U-Bike 2.01电动辅助自行车 与原先2.0版半脚踏车十分相像 但多了电力辅助骑乘效果 置物蓝由灰色转为棕色 坐垫由黑色转为棕色 看上去更时尚了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宣布引进1500辆 让民众多一项骑乘脚踏车选择 新北市跟台北市 甚至包括台湾市 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尤其在推动U-Bike 从1.0我们大家一直合作 那在8月份我们新北市 把U-Bike 2.0整个都把它完成建国好 那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跟讲市场 在U-Bike 2.01电斧车 我们在9月份将有1500辆 加入这样一个行业 其实电斧车的加入 就是U-Bike 2.0其实很重要 因为每次我看到我们同仁 骑U-Bike 2.0来上班的时候 骑得满头大汗了很多 那虽然我们也提供一些 盥洗的场所给我们同仁换衣服 那毕竟 有人还是希望骑电舞车 骑起来比较轻松 驻载又舒服 那这一次也非常谢谢我们 微笑单车 我们立志董事长 大家共同努力 那U-Bike 2.01 上路以后 我相信同样这个困扰就没有了 除了这个困扰没有以外 更重要的 我们新北市跟台北市一样 我们在推动U-Bike 2.0 最主要的是要把自行车的廊道 建得更安全 更舒服 因为骑自行车 鼓励大家耗用 是智慧力能永续的最棒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们在整个自行车的廊道上 像通学跟通行的廊道上 刚刚我们背板这个 就是从台北市 新北市到桃园市 114公里的绿色廊道 那新北市除了再推动绿色廊道 在两三年就开始做起后 那台北市跟我们也开始并肩作战 桃园市就跟上来 当然除了绿色廊道以外 我们新北市现在目前为止 建过了将近681公里的自行车道 这当中我们U-Bike的站 是了1341站 在这段时间我们启用了人次 2.55亿人次 所以新北市使用力很高 尤其新北市有一个高滩地 哇高滩地风景临媚 既然不要说交流 平常就人满满满 其我们的U-Bike 2.5 那现在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才能够在整个国际的环境 在推动减碳绿能永续的过程当中 新北市一定会往前走 那台北市跟我们一定并肩坐在 更重要建过北北姬桃的生活签 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今天能够来参加2.01的这个启动点也很开心 未来我们潮2100辆 现在是1500辆 未来骑2100辆 可能未来还会更多 尤其像我这个年纪的 骑电流车更适应 因为有些长辈们骑2.01更舒服 那湾南市长还不需要到电辅车 你骑2.0就可以了 我虽然是可以常常骑2.0 但是我们2.01要上路 我也是很期待想要试试看看 总是好奇嘛 觉得这个电辅车应该是 还不止省力 骑乘起来 享受一下它的速度等等 但最重要 就诚如侯市长所讲 我们希望双北市民 都可以享受这样便利的运输 所以我们台北跟新北 我们共同在交通上面 推动很多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共同 提倡议1200交通月号 从去年开始 我们也达到了相当的成果 让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使用交通月号 不只是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而且也鼓励大家 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那再来 今年我们也正式U-Bike前三桌免费 在台北市我们实施之后 也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也就是累积有22%的使用者 是从过去开车或骑机车 转换使用U-Bike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让大家转移使用交通运具的习惯 多多使用U-Bike 搭乘捷运和公车等等 那另一方面 我们这次推出2.01 最重要是要让很多 也许年长者 或者是要骑乘上坡 或者是要骑乘长距离 可以比较省力 1500辆加上桃园市2月 率先导入的车辆 共计可达3000辆 预计115年底 可以达到8100辆电动辅助U-Bike 增加民众便利性 谢长也告诉我 我们其实也非常重视安全 所以未来如果骑乘 超过了时速20公里 会切电 我们希望不要超过20公里以上 那二方面也谢谢微笑单车 这次提供给我们的2.01车辆 充宝电可以骑乘100公里 所以也谢谢我们有这样子的新车 提供给双北的市民使用 那最后我想我们推出的 种种这些鼓励大家 多使用绿域书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节能减碳 达到静零碳排的目标 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为我们的下一代 打造一个低碳永续的模范城市 同样的也带给所有市民朋友 一个幸福宜居的城市 那再次感谢微笑单车 也谢谢新北市府 然后我们市府的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 能够让今天2.01正式启用 U-Bike 2.01最高时数可以达25公里 比一般自行车的车速快许多 不过得提醒市民朋友 为了安全考量 租借前需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 才可足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